那現在的校鄉從去年11月開始 幾乎沒只有一線市 不僅貼近民意 還讓地方政府很滿意 陸續在年後收到正院送來的 特別通抽分配款 一千萬元大紅包 地方的這個修建整理這些 可以講說很多都沒有錢 最起碼在苗栗縣各鄉鎮公所 可以補藍莓之極 中央是比較體恤地方 地方政府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一千萬裡面 其實對地方來講真的還是不夠 地方鄉鎮開心 連離島都有 突然得上大紅包沒有指定用途 但您的地方選舉 正院當財神爺被質疑 比有用心 第一個程序違法 第二個用途不符 顯然是為了因應年底的選舉 綁樁之用 中央政府您怎麼可以利用 這些人民的血汗權在綁樁 據說給這筆特別通抽分配款 給各鄉鎮市公所一千萬 總共二十億元 這上各縣市政府全國二十二縣市都有 賴清德大撒約一百二十億元 這跟選舉無關 那如果跟選舉有關係的話呢 那就會有分別 我們沒有分藍綠 也沒有分到底誰是當縣市長 誰當鄉鎮市長 通通有份手點爭議 雲帶地方父母官出身 賴清德橫董 從下鄉到送上千萬補助款 功德做好做滿 這程序全員台北老